王莽在现代人口中往往被称为穿越者 人们认为他可能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网门男主 而人们之所以这么叫他 是因为他在2000多年前做出的种种惊世骇俗之举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这是我们熟知的游标卡尺 他是1631年被法国人约尼尔比尔发明 但是他只是留下了理论并没有做出实物 而现在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是1992年5月在扬州市甘泉镇发掘出来的青铜卡尺 它的功能与现代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它现在是扬州市博物馆的藏品 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与此同时 它诞生的年份正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新潮 而它的创始人正是王莽 然而尽管青铜卡尺的出现令识人大吃一惊 但如果单单是这样 王莽还远远够不上穿越者的名号 因为他最穿越的行为还在后面 据班固撰写的汉书记载 王莽上位后颁布了一条法律 仅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塾 皆不得买卖 其南口不淫巴 而田过一景者 分于田与九族邻里相当 故无田 尽当受田者 如制度 敢有非景田圣志 无法获种者 投诸四亿 以欲吃昧 如黄石族考鱼地故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从今天开始 全天下的土地都改名叫汪田 并归国家所有 以前的奴婢下人 也改名叫私属 从今以后 不管是土地还是奴婢 都不准再买卖了 除此之外 一家有南丁八口 就可以分到九百亩土地 但如果没有八个南丁 或者土地超过九百亩的 则要将多余的土地 分给宗族和邻居 那些本来就没有土地的人 则按照上面的办法分地 最后 如果有人敢贪赃王法 那么将被流放到边境 看到这儿 如果对历史有了解的朋友 可能会脱口而出两个词语 那就是 土地国有化 和土地革命 而事实 还真就是这样 这条法律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 原本集中在地主手上的土地 重新回归到国家手中 最后再由国家 分配到每个人手上 而且 他还严格限制了 每个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 做到了有多大本事 就能得多大地 而另一边 他还兼顾了那些 被贩卖为奴的人 将他们从被随意倒卖的深渊中 解放出来 但这还仅仅是王莽第一项改革 他第二项改革 更是惊世海俗 他就是计划经济 在当时 这被称为五军六馆 所谓五军六馆 即在首都长安 邯郸 林兹满 成都 这六大城市 设置五军关 他们的职责是 对民间市场进行管理 首先是物价 他们要对市场上的商品 根据质量定价 而这个价格就将作为全国范围内 该商品的市场支导价 可以有少许的差别 但不许差得太多 其次是维护市场经济 当时的法律规定 住民卖卖五谷 不博思绵之物 周于民用 而不愁者 军官有以 考检绝石 用其本股取之 物令折钱 万物昂贵 过平亦钱 则以平股卖于民 其谷底 见减贫者 清明自相与世 以防贵于者 这段话的大致含义是 如果民众 有卖不出去的东西 积压起来 那么官府 就要按其成本价收购 不要让民众亏本 与此同时 如果出现 供不应求的局面 官府就要将手上的物资 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出售 以此来防止囤货 哄抬物价的行为 再然后 还有借贷 民欲寄丧寄而无用者 钱府 以锁入工商之供 但奢之 祭祀吾过旬日 丧母 吾过三月 民获罚绝 欲待以至产业者 均受之 除其费 既所得受息 吾过 岁十一 这段话是说 如果民众家里 出不起丧葬费 祭祀费 那么 可以向官府借钱 并且 这笔钱 是没有利息的 但这笔钱 需要限期归还 祭祀费是十天 丧葬费 是三个月 但如果你是想做生意 但没钱的人 你可以向官府借钱 年利息最多不超过你一年利润的十分之一 最后 你如果是从事采矿的人 那么 你开采出来的矿物 都要向官府报备 然后 官府会按照规定的价格 进行收购 之后 这些矿物 都会拿去铸造货币 除此之外 像盐铁 铸钱等 都由官府专营 由此一来 整个新潮看起来 俨然像一个现代国家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新潮的国家 为什么只延续了十四年 就宣告灭亡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正在王莽身上 是人皆知 王莽灿汉 但事实上 王莽并不是靠暴力夺取的政权 而是靠的演技 王莽的姑妈 是汉成帝的亲妈 因此 王十五人 就成了位高权重的大臣 其中 官职最大的 就是王正军的哥哥 王丰 他的官职 是大司马大将军 总览全国军政大权 然而 不幸的是 王莽的父亲 因为早逝 没能被提拔 因此 王莽的叔叔伯伯们 虽然发达了 但跟王莽 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上门去找他们要点 这显然不符合 王莽的性格 他的做法 是经常去串门 混脸熟 但又从来不喊 他们要任何东西 而且 不管人家带不带见他 他都雷打不动的定期拜访 在家里 他也从来不抱怨 就这么老老实实的读书 终于有一天 他的机会来了 因为他的大伯 王凤生病了 由于王凤的子女 个个娇生惯养 因此 没有人愿意 天天在那照顾他 但王莽却去了 他就这么 一直守在王凤身边 喂饭喂药 一直把王凤 伺候到死 才结束 因此 王凤在临终的时候 终于被其感动 向王政军 举荐了王莽 最后 王莽被授予了 黄门狼 捡摄生校尉的职务 而得到关职的王莽 非但没有沾沾自喜 反而更加谦卑起来 他常常将自己的财物 施舍给穷人 并且还救济落魄的 文人士族 历史上 最著名的便是 他杀死自己 亲儿子的故事 据汉书 《王莽传》记载 王莽的二儿子 打死了一个奴婢 这在当时 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但王莽 却不这么认为 他在得知消息后 竟将儿子 活活给逼死了 如此一来 他大义免亲的名声 顿时就打了出去 一时间 不管是官场 还是民间 都将其奉为圣人 而十四年后 他那些叔叔们 相继去世了 而他 也顺理成章地 登上了大司马 大将军的位置 而这 已经是作为臣子 能达到的极限了 但这 对王莽来说 还不够 因为 他要实现 上面所讲的 种种政策 必须要皇帝的权力 才能实施 但事实证明了 他获得权力后 并没有能力驾驭他 而这 直接体现在了 他的政策上 首先 他的种种政策 其实并不是 完全的先进 相反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都来自 更加古老的朝代 例如 他所谓的王田制度 就脱胎自 周朝的景田制 至于掩铁官营 早在汉武帝的时候 就开始了 然而 导致其满盘接触的 并不是上面那些改革 而是他 太过于理想化 在他的设想里 只要他 君田君富 就能改变大环境 然而 他却忘了 这些在当时 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 纵观中国古代王朝 其建立和发展 都离不开 世家大族的支持 而王莽 又是分田 又是管制市场的行为 从根本上 动摇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另一边 王莽的政策 虽然制定的不错 但他 却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给底下官员参考 简单来说就是 王莽只是说了 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却没有说 具体要怎么办 这就导致 底下不管是官员 还是民众都是一头雾水 而后面 王莽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 他开始每隔一段时间 就推倒重来一次 如此反复 最后 什么都没有搞成功 反而消耗了 他在民众心里的信誉 同时 他在官员心中 也成了一个 不折不扣的疯子 最后 当矛盾激化到顶点时 绿林军 赤梅军等 接踵而至 最后 王莽的结局 也异常凄惨 他怀抱着玉玺 被人砍下头颅 最后 他的手机 被制成标本 为历代所珍藏 作为 警示后人的标志 但时至今日 我们作为现代人 再回顾王莽的一生 不难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 怀抱着远大理想的 儒生而已 他一直都想着 回归孔子所说的 周理时代 但他却忘了 时代不可忤逆 纵观历史 一直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能够复辟成功 或许 他们表面上打着熟悉的旗号 但事实上 他们早已经是 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这便是历史发展的铁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